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169回 一位满脸胡茶子的大汉 上下打量着魏成斌 他目光如刀啊 这魏成斌呢 只觉得浑身一阵发紧 他虽然是宁脉 战斗力却低微的狠 他能突破宁脉 得益于呢 一次折腾患症后的顿悟 他紧张的吞了吞口水 眼前的大汉呢 浑身散发着狂暴的气息 令他呢是心生畏惧 我 我是魏成斌 前两天收到了一枚预见 说是 听到了魏成斌 磕磕巴巴半天 说不清楚的话 雷鹏呢 实在是不耐烦了 打断的说 好了好了 就是这儿 你没了错 说完了 一手提起了魏成斌 像提着小鸡一般的 便朝里面飞去 魏成斌呢 吓得闭起了眼睛 浑身哆嗦呀 魏鹏心里边 直翻白眼啊 哼 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 偏要他去迎接这帮家伙 这帮家伙一个个胆小如鼠 看到他就哆嗦呀 这处宅院 是褒义的秘密产业之一 教兔尚且三枯 是他一贯的作风 又来了一个 雷鹏手上 灵力微土啊 魏成斌 震晕过去 被他随手丢在了地上 哎呀 这批雨停有八个了 加上他 差一个就可以送走了 谢山满意的说 这次的任务呢 他已经是超额完成了 根据褒义的情报 他们找到了三位 擅长建成的修者 这三个人毫无例外 一个也没能抵挡 每个月两百斤领骨的诱惑呀 他也不满心生感慨 这些人若是在小山界以外 无论去哪儿都会受到礼遇 可在人命如草界的小山界 区区两百斤领骨 便能买一名修者的命 同为修者的谢山 也不免唏嘘不已啊 褒义在一旁呢 心中庆幸 自己做了个正确的选择 虽然说还没有见到老板吧 但是呢 他已经屡屡的被老板的实力震惊了 到目前为止 运出去的修者数目 已经超过了六十人了 运出去的人 神不知 鬼不觉 就像突然凭空消失了 城外 肯定有接应的人 而且接应的人呢 一定还不少 这些人呢 可真是胆大包天啊 敢在明霄派眼皮子底下 如此肆意妄为 不过呢 能挖挖这明霄派的墙角 他心中呢 也是暗爽不已啊 自己的这次投名状 可是做得很漂亮啊 赫祥居高临下的 看着各大势力的老大 心中的成就感 在一刹那之间的膨胀 到了极点 以前在座的任何一个人 他看到了 都要点头哈腰 可是如今呢 他却能轻松的捕捉到他们眼中深处 对自己的畏惧 这感觉可真好啊 他很快的 把自己拉了回来 他很清楚自己的任务啊 脸上堆起了温和矜持的笑容 他的声音很轻 像是在高高的云端 有劳各位酒后了 那么我们开始吧 其实差不多了吧 怎么样 收工不 雷鹏呢 有些急不可耐的说道 天天守在这儿 那明霄派实在是废物啊 居然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一开始 他还以为这次是大行动 哪知道呢 会如此无聊乏味 现在呢 他只想回营地 谢山没礼他 他看着名单皱起了眉头 剩下的这些人 怎么不来呀 包一文言哭笑不得 咱们用灵骨吸引他们 这说到底嘛 就像做买卖一样 是你情我愿 剩下的这些人呢 估计是现在过得不错 不想动弹吧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他吗 谢山呢 有些不甘心 他可不想自己的第一次领队的任务 留下任何的遗憾 包一呢 探了探手 那 那还能怎么样啊 难道不成 把他们绑回去 嗯 绑回去 谢山眼前一亮 兴奋的一击掌啊 嘿 这个注意好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闲得发慌的雷鹏文言啊 也是喜行余色 拼命的点头 哎 不错不错啊 全都绑回去 一个都不留 其他人呢 黑黑的笑着对视 松茹呢 无可奈何的抬起了眼皮 他的缠定 又被打断了 包一大惊失色呀 哎 这 这使不得 使不得呀 咱们这些天的行动啊 没引起明霄派的注意 这已经是天性了 倘若咱们去绑人 那一定会惊动明霄派的 那可就麻烦大的呀 怕他个鸟 雷鹏呢 撇了撇嘴 不懈的说道 包一呢 连忙看向了其他人 看到了其他人脸上呢 也是跃跃欲试的表情 只觉得眼前一黑呀 他想起了宗如 在他的印象中啊 这宗如呢 一直老承持住 他一定不会赞同 这次的行动的 可是呢 当他把目光啊 投向宗如 便听到了宗如 充满了无奈的口吻 现在就动手 走吧 解决了 我也能早点回去坐禅的 包一感觉自己的脑袋呀 顿时陷入到了停滞当中 十五人全部同意绑架行动 从提议到通过 不超过一息 能够在强大的明霄派 眼皮子底下 策划一起如此大规模的 绑架行动 光这个提案呢 便足以令在场 除了包意外的所有人 都感到热血沸腾啊 这才不往白来一趟啊 既然决定了 众人迅速的开始制定方案 跟了小娘这么久 他们也开始学习如何制定计划 也有了职业暴徒的雏形了 包意呢 在一旁听的是脸色发白 他决定啊 以后一定要离这群疯子远一点 尤其是宗如 他现在才知道 自己错得多么的离谱 这宗如呢 平时看上去把淡然的模样 可只要他说话 一个阴毒险恶的主意 便被轻飘飘的抛了出来 你言我一语 一个简单粗糙的计划 很快便诞生了 魏成斌醒了过来 他发现啊 自己在别人的背上 周围呢 不时略过的风声 让他知道是在天空高速飞行 他不敢轻动啊 他知道自己有多少能耐 甚至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他动作极轻地转动着脑袋 谨慎地观察着周围 离得不到十丈远的地方呢 就有一名修者 他背上同样背着一个人 但他看清了周围 顿时大吃一惊啊 他周围竟然有一百多名修者 其中呢 有二十名修者背着人 其他修者把他们护卫在最中间 魏成斌现在才想起昏迷钱的事 这些人 到底是哪个势力的人呢 看来真的是大势力啊 虽然说前途未知 但是他心中呢 还是颇为期待 很显然呢 这是一个十分缜密的计划呀 一百多名修者 护送他们二十人 对他们的重视程度 可想而知 对方花费如此大的力气 所图必定不小啊 注意你们的节奏 控制灵力输出 保持队形的弹性 随外层的站的单位 都给我警醒点 尽量避开云团 不时呢 能够听到不绝于耳的喝骂声 让魏成斌感到惊奇的事啊 周围的修者一声不吭 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 不知道为什么 这群修者时刻 保持着肃然沉默 让魏成斌呢 感受到了一股别样的力量 他情不自禁的 仔细的观察了起来 眼前的这支队伍 和他见过的任何一支队伍呢 都不一样 一百多号人飞行啊 队伍严整的 就像用尺子描出来的一样 以前自己见过的那些精锐 松松垮垮的 在这伙人面前呢 就像是一群游兵散涌啊 远处 不时的能够看到 有修者三五成群的游艺 那应该是探少吧 越看呢 越是心惊 这支队伍表现出来的实力 超出了他能够想象的极限呢 魏然神情高度紧绷啊 他是丙步的不熟 但是在这之前呢 他从来都没有率领超过三十人的队伍 他一直担心自己做得不好 兢兢业业 修炼也极下的功夫 这是他担任不熟的第一次任务啊 公孙给他的任务 并不复杂 按照一条激进的线路前进 把二十人的带回营地 他一开始听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松了口气 但是当他看到这条线路的时候 脸色就不自然起来 这条线路呢 画了一个很大的弧形啊 相当于呢 绕了一个大圈才能回到营地 他不明白小娘 为什么要制定一条 如此复杂舍近求远的路线 最让他担心的是呢 这条线路需要经过数个势力的地盘啊 这就意味着呀 他们随时可能遭受攻击 可是当他看到 其他不守不自然的脸色的时候 他顿时明白了过来 这既是一次任务 也是一次考验 考验他们到底有没有能力 担任这个不守 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遭遇什么危险 不过昨天他们遭遇到几名修者 在他们周围犹豫了一片刻便离开了 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的魏然知道 自己这伙人呢 被人盯上了 整个一路上 他都时刻保持着战斗队形 看着手下的修者越来越娴熟的表现 他不禁凯探他 果然还是实战能够更锻炼人 这几天他们的进步甚至超过之前一个月的进步啊 就在这个时候 前方天空啊 突然爆出了一团耀眼的红光 微然瞳孔陡然收缩 嗯 来了 那是几方探上发出来的事情的发觉 他接力的呢 让自己镇定 脑子拼命的回想着小娘平时是怎么做的 他仰起了右手 想模仿小娘的淡然 声音发出来的却是异常的冷冽 准备战斗 游易在外围的探售 开始远远的游荡开 他们的职责呀 并不是参加战斗 而是负责呢 监视整个战场的动向 魏然神色冷静 冷冷的看着这一切 敌人的数量大概有两百人左右 杀气腾腾的静止朝他们扑过来了 魏然挺直的腰板啊 像个锋利笔直的镖枪 静静的漂浮在空中 耳边的传来了下面 驱卫们扯着嗓子的咆哮 全都打起惊下来 注意你的位置 你们面前啊 就是一群垃圾 干掉他们 统统干掉 待会什么都不要想 老子往哪儿 就跟着往哪儿说 谁他妈是要掉队了 看老子回头怎么收拾的 还让你们平时训练的来 居卫们呢 才进行最后的战前动员 手下呀 大多是一群菜鸟 他们虽然说 有着不错的个人实力 但是呢 这种要求极高的战斗体系中 配合才是决定胜负的 关键的因素 或粗鲁 或凝重 或轻松的战斗动员 钻入蔚然的耳中 他不由自主的呢 浑身燥热了起来 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眼睛啊 不知不觉中的多了一抹抗洪 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啊 注视着对方越来越近 蔚然再次的呢 扬起了右手 所有的杂音统统的消失 122名修者 鸦雀无声 整支队伍就像一张 叙事到极致的大功啊 每个人的神经呢 都紧紧的崩到了极点 尤其是最前方的修者呀 他们浑身的凌厉骨荡 气势不断的攀升啊 脚下呢 却如同钉子一般 硬生生的钉在了原地 魏成钉不由自主的屏住了呼吸 他脑子里边是一片空白呀 他从来没有经历过 如此震撼的战斗 这片既然沉默啊 像一根无形的绳索缠着他呀 一点一点的收紧 饿住了他的喉咙 有些窒息 他张大了嘴 喘着粗气 他瞪大了眼睛啊 下意识的盯着围守那名修者杨奇的右手 全身呢 情不自禁的开始站立 不知道是恐惧呢 还是兴奋 魏然呢 冷冷的注视着敌人进入攻击范围 杨奇的右手猛的展向 杀 啪 空气的暴鹰 清脆又如响边啊 最前方 一区二十名修者呀 全身汹涌凌厉 陡然失去了约束 暴鹰空明啊 二十道身影突然消失在空中 又是一声 射人心魄的暴鹰 二区二十名修者也消失在空中 三区呢 紧随其后 招牌式的三段波式冲杀呀 每个小队顶着一道长达二十丈的巨剑盲啊 这是三名修者的合力一击 三台阵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才能发挥出这种巨灵合击的技巧啊 巨剑盲撕裂了空气 发出了呜呜射人心魄的笑音 整个战场上的其他的剑盲啊 是极其的黯然失色 单人剑盲在巨剑盲面前 那弱的就像筷子一折变断 快若闪电啊 一区六个小队 如同六把错落的大闸刀 拦腰重重的砍进了敌人的中路 漫天的血雨啊 敌人阵型中呢 出现了六道深深的血痕 所过之处只要稍微粘上那么一点 或被削断了手足 或被拦腰斩断 催苦了二宿 瞬间呢 洞穿了敌人 敌军首领尖声怒吼啊 缠上他们 他们后必 话刚说到一半 宛若夜鬼嚎哭的巨剑盲削啊 就陡人响了起来 二驱慷慨沙盗 六道巨剑盲 从小角度 从右侧斜斜的斩进了敌人 呼呼呼 一连串 令人心惊肉跳的 断肢骨折之声啊 六道巨剑盲 离出了六道宽阔的血槽 惨叫之声不绝于耳啊 三驱呢 以相反的角度 从另一个方向呢 斜斜的斩进 就在二驱刚刚完成 穿透敌阵的时候 三驱呢 恰好斩进了 敌阵的中央啊 魏燃紧紧的抿着嘴唇 三段波式冲杀 威力尽险 敌人呢 是胆破被夺 士气降至低谷 战役全无啊 接下来 他要做的 便是放上 压垮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四驱五驱呢 顺势突击 新智早就被夺走的敌人呢 将四驱五驱压下 无不惊慌 刹那之间支离破碎的阵型啊 轰然崩溃 四散逃逸 直到这个时候呢 魏燃紧绷的身体 这才松弛了下来 大局已定啊 三段波式冲上 犀利无敌啊 但也不是没有弱点 他最大的弱点呢 便是厚力不尽 如果敌人呢 抵挡住前面的几轮冲击 那他们可就危险了呀 巨剑之危 莫能抵挡 但消耗的灵力 也是相当的恐怖的 冲杀前鼓荡灵力 并不是为了装枪做事 魏燃松了一口气 这场战斗啊 比他原来脑子里边想的 可要顺利许多了 此时可以说 已经完全失去了悬念 只见各区区位呢 指挥着各小队 不断的穿插切割呀 只要某个地方人稍微多一些 他们呢 就像闻到了腥味的鲨鱼 立即会扑上去 但含着敌人健壮啊 不再敢有丝毫的迟疑啊 纷纷是转身逃命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修真世界第170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